好 来看到这个被封为是目前网络上最火红的赤沙蝎尬掐事件 其实这本尊是一名料性的男子 因为他就不满网友严红他买的跑车 他在网络上跟湘民市一番论战 就上网嗆瞎说要出来尬掐 而且誓言让网友出不了难头 结果整体事件网友人肉搜索 就连号称辛斯收入全部用来买车的数字 也被查得一清二楚 因为大家觉得不可思议 一个月赚三万块钱 一年怎么可以存得了五十六万 而最后还尬掐不成 被带回了警察局 被封为2013年网络最火红的赤沙蝎尬掐事件 本尊就是他料性跑车车主 我是破文在网络上分享我买车 然后他应该看不过吧 不满网友眼红他买得起跑车 上网嗆瞎出来尬掐 结果被带进警局 就两个字好笑 与这个话真的很好笑 事件原起4月19号 烙姓男子在网络上发文 说自己月薪三万元 一年就能存5到60万 能买什么跑车 强调自己开过马自达RX8跑车 开了半年不满意 又换了奥迪TT跑车 加上重金改装 最后换了这部要价130多万的丰田八路车 之前有买车 然后卖车 之中的一定会有利益 一个半月以来 赤沙蝎和网友引发舌战 甚至被网友告上警察局提告防害自由 网友呛瞎有种尬掐对赌50万元 赤沙蝎反呛让网友触不了难投 最后网友查出赤沙蝎年存5到60万 其中包括20万家里铁铁的现金 就算相约尬掐掐事件 及时被原警摆平 但在网络上赤沙蝎和网友的互呛风波 越演越烈 中文学位少女主席门南投 采访不到 中文学位少女主席门南投